广上胡人奶茶美媒本名张泽天因及一张清纯可爱熟捧奶茶的照片在网络迅速走红 曾是南京外国学校的公认校花 2011年张泽天被保送清华大学 走红之后奶茶美媒也并不低调 在校期间积极参加诸多公益活动 其清纯亮丽的身影也一直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近日某网友在网上曝光了奶茶美媒的高中前男友 名叫陶杜平现就读北京语言大学 与奶茶美媒同为南京外国语学校高中同学 该网友爆料帖中称 二人毕业时奶茶美媒残忍的将陶杜平抛弃 其实陶杜平在高中时就曾任奥委会主席罗格翻译 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名人 他于今年参加了中国教育电视台举办的全国大学生意志节目天才之道 在北京语言大学专场获得冠军 他在与全国十所高校冠军同场竞技的半决赛场上 亦表现优异已率先进入决赛 其赛场表现十分沉着冷静 被网友牺称为唐森哥 在北京语言大学专场上